大家好 这会儿呢 等大家来讲讲 就是这个华人的迁徙史 华人的这个迁徙史 或者说移民史 这个话题呢 咋说呢 因为我前段时间 就是想到这个话题 想到这个话题呢 这个因为我看见 就是咱们现在中国人呢 遍布很多的 世界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已经形成一个现象 在全世界很多的大城市 基本上都有华人的遗迹 都有华人生活的踪迹 所以我就想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现在有没有一个机构 或者说是一个 或者一个机构 或者一个电视台 或者一个媒体 拍上一部片子 就是华人的迁徙史 华人的迁徙史 我觉得这个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因为它是技术 就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历史 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人的历史呢 有国内的迁徙的历史 有向国外迁徙的历史 这个东西实际上构成 中国的一个历史的 实际上贯穿了中国的历史 贯穿中国的历史 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我们研究一下 可以说一直 一直有这个迁徙活动 一直有迁徙活动 这个就是 整体的中国的历史上的 迁徙活动呢 有一个大的特点 有一个大的特点 就是 由北往南迁徙 由北往南迁徙 再一个就是 由西往东迁徙 有些观众朋友们 可能会说 那有没有反例呢 当然也有反例 当然也有反例 但其实主流比较多的 这个趋势是 由北往南迁徙 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有几次 就是难度 就是 就是魏晋 东京 三国两近南北朝 魏晋 胡十六国时期 是吧 因斯坦度 还有宋氏难度 还有明清时期的 中国的经济中心 从黄河流域 到了长江流域 对吧 还有说 你比如说 就是咱们这个 中国的经济中心呢 一般在东南沿海 所以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好多的人都是 往这个东部迁徙 说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 到一些 比如说长三角 珠三角 一带 是吧 这个是从国内的这个迁徙 国内的迁徙 从立山主线 就由北往南 然后 然后 这个 近 就是近几十年来 由东 由西 由西往东 由西往东 还有这是 还有国际的迁徙 国际的迁徙 这个来说 也不是说 现在就是 就是1949年以来 或者改革开放以来 从历史上一直都有 和华人的迁徙的这个大部分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这么 极大板块 极大板块 你比如说 其中的有一项就是 南走 就是下南洋 南洋我们去过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新马泰 好多 有些马来西亚 华人的成分非常的多 可能 三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 直接间接有华人血统 泰国也是 比例也非常高 泰国也是 泰国的华人发展得非常好 大马发展得很好 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属于大马地区 过去他曾经是大马的一部分 后来他独立建国了 他可能是华人 聚居的最多的华人 而且是找的好地方 是吧 找的这新加坡 和过去那个柔河海 柔河海峡 都是马六甲海峡 就是恶守这个要冲 还有那边印尼 还有越南 印尼越南 我们有去过 就是在喜马太这些去过 这些地方是去的时间 去过几次 反正就是越南 菲律宾 还有是缅甸 这些地方 就华人都非常多 而且这个从历史上 从唐宋开始 唐宋开始比较多 尤其到明清 到近代 尤其太平监国运动的时候 中国东南沿海 附属都被打破了 很多都去那里 所以这个一条主线是下南洋 还有一个是走西洋 走西洋 走西洋的话 它主要是往欧洲地方迁徙 欧洲地上迁徙 这个我们现在到欧洲的很多地方上 你像法国有很多的温州人 浙江人 英国的也是 英国也是 中国人也非常多 还有欧洲的各国 包括一些小国 都有一些中国人 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在 一战二战期间 一战期间当时 中国就是说 算是就是参加这个 应该是啥 应该是协约国的地方 就给他输入很多的劳工 所以这有好多的 一些人 就当时有这个姻缘就去了 有这个机遇就去了欧洲 当时我们有个电影 叫芬妮的微笑 也是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故事 奥地利尔 中国人到奥地利尔 还找回了一个当地的妻子 所以这个欧洲各国 这应该总结为 走西洋 下南一样走西洋 还有比如说新大陆 新大陆 就是比如说主要是北美 以美国为主 美国加拿大 新大陆 那美国实际上 这个华人史的话 也是非常 也是华人现在 现在的数量在美国是 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 这应该是国籍 国籍或者绿卡 永久居民吧 是吧 这个人数的话 非常可观 他的这个最早的追溯到 可能十六十七 十七世纪 最早的跟基数的 有十一世纪 当然那个是应该 点非常少的 因为那时候就是美国 可能刚刚 那个 刚刚那个 可能独立战争的前后吧 那都不是主流 大部分人是主流 是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 当然是 陶金朝 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 这个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 这个时候就大量 应该是去美国 有几大 在历史上 有几次高潮期 高潮期 清朝末年 一直贯传到 一直贯传到现在 包括这个 改革开放以后 都是一个时期 都是一个高潮的时期 反正这个 去来美国的话 这个人数是没有那个啥的 没有一直 没有 一直是 一直是 一直没有间断过 基本上没有间断过 早期的有些华人 可能有些人家 都是 早期华人 可能有几代了 有些人家 你看美国的 早期 尤其美国在开发 这个尤其是东西部 铁路的时候 美国就有意的 就是想进一些华人 因为他们觉得 修长城的民族 就是肯定 这修铁路来说 是很有 恒星有毅力 所以中国人是 勤劳 勤劳 这个艰苦 节俭 这方面特性 当然 美国有一段时间 有个排华法案 加拿大也类似 加拿大的 当然是加拿大的 规模 华人规模 可能就是美国的一个 领头 可能就不如美国这么多 所以就是华人的 这个迁徙时 我们在研究 国外片的时候 走这个 向南洋走 走西洋 还有一个新大陆 新大陆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还有我们近邻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我们韩语 可以 就构想为 就是 这个 高丽与东营 你比如说到去日本和韩国 这些华人 也有 华人到哪里 就是近在支持的这些邻国 更是去的也很多 像日本一个 像横滨 有中华街 日本和 日本国内也有中国的 中国级的 日本除了河族以外 他的本地的阿易奴 阿易奴土著 还有这冲神人之外 华人 韩国人 也是他的 比较大的 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族裔 少数族裔 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统计数据多少 反正也是 美国是五百多万 然后日本 日本可能也是百万左右 或者多一些 韩国的话 有个特点 就主要 韩国的华侨是山东人去多 因为可能山东半岛 跟韩国 朝鲜半岛是隔海相望 所以好多 好多我们所了解的 好多韩国的一些知名的演员 所组上都是这个 中国人的后裔 好像一个韩星叫什么 夏希罗嘛是吧 还有一些 韩国的一些有名的 像奥美奥 那个好像也是韩华的企业 好像听说 我们曾经有人跟我们讲过这个 当然现在好像韩国的 有些华人就可能韩华的 我们也认识几个韩华 就是他老家都是山东人 但他韩语经 韩语都说得很好 有些人是 这个五十年代去的 有些人可能更早 而且从历史上来说的话 实际上中原的有很多的战乱 什么的 基本上有很多的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中原的移民 就迁徙到这个朝鲜班 或者东渡日本去了 所以这个有一些传说 比如徐福东渡 是吧 奸征的 奸征的这个东渡 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旗子 是吧 旗子就是带领这个 英商的后人也去了朝鲜班 这些都是传说当中 传说和历史故事 也长江测记的 就是在讲 这个高丽与东营 也是华人前行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除了这个下南洋 走西洋 新大陆 这个高丽与福桑 以外 还有一些 比如说 还有一些 可能就是 还有一些地区 还有一些地区 也是华人去的比较多的 但是 整体上不如前面 我所说的这几个 你比如说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澳新地区 这些发达国家 吸引很多 还有一些非洲 非洲你看有很多地区 包括南美 我们听说南美国家 秘鲁这些过去 我现在太阳兵天国的时候 失败以后 很多人去了那里 我们上次以前见到一个秘鲁人 他说他姓王 他是他中国人的后代 所以就是南美洲 还有就是到有些世界 很偏僻的一些角落 都有中国人的足迹 都有很多 很遥远的角落 都有中国人足迹 国内呢 你比如说 这个大的这个迁徙呢 就是一个 是闯关东了 就是山东的移民 山东的移民 到了这个东北 传关东 这是比较大的 因为当时清朝的时候 封禁吧 不让这个东北 不让这个关内的人进去 但是最后为了 这个移民事变 沙俄的势力 也把北边 同时他们部分的 有限度的开放 就变进 所以关内的 很多农民 河北山东的 就去了这个关外 传关东 还有走西口 走西口的这些 从大同张家口 这些地方 这个传说有一个 歌也是走西口 走西口的这个歌 那么也就反映的 就是当时 往内门 宁夏 甘肃一带的 新疆 甚至外蒙古 欧亚 欧亚腹地的这些 商邦 比如山西的商邦 和人口迁徙 都形成了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 城市的行程 都跟走西口 都有些密切的关系 像包头 这很多的 塞外的一些名城 宁川啊等等 是吧 包括是大系维的开发 还有一部分 就是 还有一些 也有个 还有一些小规模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到中亚 就是当时是 同志年间的 就是同志 这个回变的时期的 当时有一批人 还去了中亚 到了这个吉尔吉斯 哈萨克这一带 形成了东干人 这中亚这一批 也是有一些中国的 是吧 也有些移民 但是这些都是相对来说 数量不是特别的多 人体来国内的话 就是一个走西口 走西口闯关东 包括还有开发西南的 西南的 这个可能跟 开发西南的 就跟这个茶马古道 有关系 开发西北的 不仅是走西口 还有一个丝绸之路 都有关系 反正总之 中国的这个人 中国人呢 走遍了世界 走遍了世界 这不仅是 我们近现代的 而且从历史上 一直有这个走的历史 从于中国的历史 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迁徙的历史 好 我们就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讲的多了 就又有点啥 可能就是受了限制了 就是传不过去了 好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 订阅 再见